大家好,我是Stan 韩国生育率降低导致的手指化时代 让整个产业界都面临了严重的人力短缺 而K-POP产业也早走陷入了手指化问题的困热 培育出庞胎酸牛蛋的庞西尔 也公开担忧过生育率下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根据去年2月韩国统计厅公布的 2022年出生与死亡统计初步结果 韩国总生育率为0.78 这比去年减少了0.03 这是自1970年以来最低的数字 出生人数大约为24万9千人 比去年减少了1万以前500人 而除了生育率降低之外 最近韩国人的结婚年龄普遍也推迟到了30多岁以后 所以平均也是在35岁以后才会生孩子 这也就是说 如果自己的小学生子女对舞蹈感兴趣 送他们去舞蹈学院的时候 父母的年龄大约到40多岁 还在上班 所以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当孩子到了13、14岁 并且想要成为IDOL练习生的时候 父母们的年龄已经接近50岁了 在这个时期 孩子就等于是放弃学业的想要成为练习生的话 他们和年近50岁的父母之间的沟通 并不会很顺畅 从父母的立场来看 因为担心未来的不确定性 很难轻易孩子放弃学业成为练习生 因此少子化与结婚年龄的普遍延迟 10、20岁年轻人口在迅速下降 导致K-POP产业虽然在持续增长 但练习生的短缺问题却变得越来越严重 一家小型经纪公司的有关人士A表示 几年前开始 我们就已经感受到很难找练习生了 即使去了学校附近 也能感受到学生数量也是迅速在减少 另一家小型经纪公司的B表示 寻找练习生 特别是难练习生变得越来越困难 真的是需求超过供应 所以经纪公司们只能积极寻求海外的练习生 来解决练习生人力短缺的问题 如果说之前只是为了吸引当地粉丝 在一个团体内加入海外成员的话 最近是因为韩国内的人力太短缺 为了弥补练习生人才 所以不论国籍的在狂招海外练习生 经纪公司有关人士表示 美国、日本、泰国等主要国家和主要城市 已经被大型经纪公司给占领 而中小经纪公司也几乎没有 不在海外挖掘练习生的地方 为了找到K-POP人才 我们已经开始关注更多不同的国家地区 例如越南、印尼、台湾等 寻找国内练习生会变得更加困难 爱豆团体的海外成员比例可能会持续增加 国内K-POP市场规模也可能缩小 K-POP也会越来越配合海外消费者的口味 不仅仅是练习生 制作K-POP的专业人才也正在减少 最重要的是 少子化导致年轻人口数